武漢肺炎疫情持续扩大 全民防疫工作不可马虎 曾经担任医生 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的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在电书上传影片 亲自示范抗病毒三保 对抗武漢病毒有三保 第一 请洗手 假如你有发烧咳嗽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戴上你的口罩 记得有颜色的部分朝外面 两条线拉住 然后把它戴上 以开戴押密寺口诀 指导正确戴口罩的步骤 他指出防疫三保 最重要的是勤洗手 第二个是有发烧等感冒症状时 必须戴上口罩 第三则是当民众有任何疑虑 都可以拨打1922专线询问专业 他也表示除了到医院 人潮拥挤的密闭空间 一般健康的人不必一直戴着口罩 除了召开会议 整合全国防疫机制 陈其迈也亲自拍影片 教导国人如何轻松远离病毒